張利華2008年與魏俊傑結婚 婚後有一個女兒 但2020年初張利華被爆背夫出軌 其後魏俊傑公開表示兩個人已經離婚 回復單身的張利華生活多姿多彩 不單只認識成中富豪 成功融入社交名流圈 外貌更是越來越精緻 她在前藝人保險女王王玉環大協之下 轉戰保險界大展拳腳 成為對方旗下的猛將 日前適逢張利華生日 王玉環特別為她慶祝 見到兩個人在高級餐廳慶祝 王玉環又送上大宅鮮花 非常有心 之後中年好聲音二十一強止步的鄭梓浩 周比前女友Grace 向傳媒提供了多張合照和對話截圖 指控她是一個渣男 鄭梓浩婚姻破裂 已經是兩子之父 而Grace說 和她在2017年拍拖到今年已經七年 一直都是由她供養鄭梓浩 她花幾百萬幫另一半原歌手夢 2017年11月 還過了五十萬給她 去找卡數和交租 又背起她大小肌肉萎縮的醫療費 去年12月Grace就發現鄭梓浩而有外遇 發現到她和佛山小三的親密片 另外又說她還有小四 對方是已婚 以為人母的半個圈外人 Grace還說 鄭梓浩自稱 中了COVID影響到性無能 其實就是中獄過度 搞到性功能出障礙 就探望Grace買六尾巴丸給她進補 鄭梓浩在五月的時候 就趁Grace勾遊 回家拿完所有名牌衣 再發訊息看分手 Grace說她受盡折磨 渣男本性難兒 所以決定站出來指控她 76歲經藝人秦黃 早前在青衣酒店房 跌低宋苑 之後就安排入住了護老院 更一她在護老院接受傳媒訪問 看重近300磅的她在宋苑之後 發現有貧血 營養不良 還因為身體機能不佳 搞到雙腳浮腫 現在每個星期都會去醫院做物理治療 最初她入院的時候就戒了飯 瘦了60磅 肚腩都小了 但現在又因為怕太瘦 所以吃回一碗小飯 她亦透露 跟了她二十多年 小她30歲的內地情人 已經成為了過去式 對方都不捨得給萬多元來香港探望她 不過秦黃就說沒有怪她 亦自責沒有找對方 汪明全都是Koochee的粉絲 常常穿Koochee的衣服 和揹她們的手袋 亦是品牌的VIP 阿姐上個月底 迎來77歲的生日 昨天她繼續分享慶生的照片 她獲幾位後輩安排吃生日飯 照片中見她化了個淡妝 以霍塔的造型去慶生 罕有感用了愛馬仕的頸巾 價值差不多八千元 二年69歲的影帝兼國際影星 周潤發發哥生活好貼地 所以不少網民都曾經試過偶遇她 近日又有網民在山頂偶遇發哥 這位網民指發哥的態度特別nice 直接拿她手機就跟她自拍 照片中見到法國戴著劇帽 兩嵌斑伯 面露親切的笑容 一如以往那麼親民有線 周潤發月前曾經被拍到 她的肩膀去到手臂內側 出現多個大約好像鵪鶉蛋那麼大的腫包 大腿上面都有多個乒乓球大小的腫包 令到不少網民都擔心她的健康狀況 一萬輔馬兼歌手五福喬和富家千金老婆梁蕭瑩 結婚兩年的一直都非常恩愛 五福喬最近就買入炒價近15萬的愛馬仕手袋 給老婆做生日禮物 梁蕭瑩興奮地留言說 第一份生日禮物 多謝五種 而五福喬也搞笑回覆說 第一份? 五福喬近年很忙地打理位於上環佔地2千呎的 健身及物理治療中心 她更會親身做升級教練 不止學生冒名而來 她亦會不時出新歌繼續追夢 事低馬國明同事後林夏薇 在2023年播出的劇集 《發言人》入面飾演一對CP 當時金田CP大受網民歡迎 今日有網民在社交網 分享在澳門偶遇馬國明和林夏薇的相片 相片中可以見到當日馬國明和林夏薇 身在澳門的福隆新街 未知是否進行拍攝 網民都留言說 期待兩個人再組CP合作? 林夏薇和金融財進老公 莫讚新結婚9年至今一直都很恩愛 雖然林夏薇本身家底豐厚 又介入澳門做少奶奶 但她沒有放棄她的演藝事業 仍然最深演戲 她老公對她都很支持 二年43歲的無線事後唐詩詠 2022年約滿離巢 之後都有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生活點滴 也進駐了小紅書開拓內地市場 近日有網民在社交網分享偶遇唐詩詠的合照 從事領養美人品好 比風為完美女友 但她入行後有個三段情都未能開花結果 到現在都未遇到她的真命天子 陳偉山自從嫁給鍾家雄 生了女兒後便淡出幕前 還轉行投身教育界 成為英語資深教育顧問 日前陳偉山出席汽車品牌活動 還擔任大會司儀 很久沒有露面的她狀態很好 有許多網民都讚她動靈 又說她完全沒有衣美的痕跡 有不少女網民還說她自帶一種 即場女強人的氣場和氣質 謝謝大家 許家傑近年憑處境期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飾演宋水輝一個成功入屋 對於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因為停拍兩星期而令觀眾大為緊張 許家傑向大家大派頂心軟 說其實我收到的消息是我會在愛回家繼續做宋水輝 他更透露早前公司行政主席許濤先生 有開會和演員見面 親自解釋公司狀況 當時許濤問在場演員有沒有提問 許家傑有舉手問說 我們演員很多時在公司都沒有什麼做 希望公司有其他設施 例如健身室或者工作坊 可以給多些培訓新的演員 許家傑更說 如果做到大家都會很開心 不用猜我在哪裡 下灣的市場 我都聽錯了在十點之前來吃什麼都沒有 有最美小龍女之稱的李若彤 雖然還有兩年就登陸 但無論外貌還是身材都完全凍靈 而且還越來越fit 更加活躍在社交平台深受網民的喜愛 近日他就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一段短片 短片是他工作完之後和團隊的小夥伴 一起去到珠海的下灣夜市覓食 好貼地 不過片段竟惹來了網民的一面倒負評 究竟是為什麼呢 網民在留言區反映 這個夜市食物不衛生 有不少網民去過覓食 之後都試過肚餓 看來李若彤之後想推介美食給網民之前 都要做一下功課才行 真是有53歲?太美了吧 張惠儀日前受邀上活動 在粉絲合照裡見她真是很美 被戴珍珠顏有術 女神除了有外在美 還有內在美的 張惠儀在2006年 在內地領養了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張房圍 之後為了照顧兒子 搬到馬來西亞生活 而兒子長大後 她近年才復出客串綜藝和劇集 亦進入社交平台、拍片和網民互動 提提大家 香港01號食玩飛頻道 有很多深圳酒店住宿介紹 最重要是有trip.com的獨家優惠碼 無論是訂深圳還是日本酒店 都可以省成5% 連結放在資訊欄 精打細選的你 不要錯過了 我想聽一下 因為這次的部分 會是一種一種的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來拍片 在要拍片 例如 我會拍片 你會拍片